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好时 今天我想给大家讲克罗福悖论 也就是克罗福档案3 然后顺便捎带手给前两部也讲一下 嘿嘿别说我对你们不好啊 影片刚一开始就用旁白的形式 告诉了我们地球人口达到了80亿 人类面临着空前的能源危机 为了解决能源问题 人类制作出了一个巨大的粒子对撞机 哪里没资源撞哪里 So easy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没有资源 但是由于这玩意儿极度不稳定 放在地球上搞的话太危险了 所以只能把它放在宇宙空间站上来搞 万一出了啥事 你们宇宙空间站完蛋就行了 不要牵连我们地球好吧 那在宇宙空间站上的工作人员 就是这对人大家自己看哈 这票人在宇宙空间站上 转眼就待了两年了 期间启动了好几十次粒子对撞机 都没有成功 就好像他们是带了一个假的粒子对撞机 上到了宇宙空间站 终于这一次他们启动成功了 只可惜开心了没三秒 这玩意儿就因为负荷太大 又他们要熄火了 并且轻刻间众里还发生了两次变化 把这票人的屎都快摔出来了 就在大家都万分沮丧的时候 卷发黑妹此时发来贺电说 同志们地球没了 What 刚才不还好跟点鼓堆住了吗 弄打个地球说某都某啦 然后有个同学就问 也许会不会不是地球消失了 而是这个空间站瞬移走了呢 好问题 关键是这里还能看见太阳啊 也就是说即便空间站瞬移走了 那也没走太远 还是在这个太阳系内 然后就有人说 好吧大家别猜了 去看陀螺一部就知道咱们的方位了吗 我擦 既然有能定位的东西 那这帮人刚才在这 喋喋不休说个半天干毛啊 早点去看不就完了吗 哎 这个电影时间本来就不长 如果把无聊的镜头 比如毫无存在感的地球上的戏份 以及演员之间毫无作用的对白 还有平淡如水 毫不感人的感情戏 全部删掉的话 那估计电影还没我这个分钟视频长呢 此时卷发黑妹再次向大家发来贺电 同志们 陀螺一眉了 What 刚才不还好 熬了个眼 鼓堆住了吧 嫩大的陀螺一说谋都谋了 这时空间站内突然传来了尖叫声 众人连忙上前查探 国际张娘娘说声音是从墙里传来的 那赶紧拆开看看咋回事吧 愣着干啥呀 把墙板一拆 我来个擦得 里面竟然欠了一个人 并且还是个女人 关键是长得还 不重要 这下大家彻底惊呆了 好歹这帮人就在这巴掌大点的宇宙飞船上 呆了两年多了 咋以前没见过这妞啊 墙内的电线和管子穿过了女人的身体 女人危在旦夕 卷发黑妹剪断电缆后 众人合力把这个女人救了出来 镜头切到地球这边 卷发黑妹的老公被一声剧烈的爆炸惊醒 外面的世界此时怪物横行 已乱成了一锅粥 再次回到宇宙飞船这边 有个白发男子总感觉自己眼睛不舒服 然后就照镜子观察 这一看可不得了 右眼球竟不听使唤了 并且紧接着他连思维也不受控制了 跑到3D打印机那儿 打出来了一把手枪 然后拆着枪去找帅气的德国小伙了 找到人家后 就在他举枪预射之际 他突然口吐白沫浑身抽搐起来 大家把他抬到医疗室的床上 瞬间一大坨虫子从他的嘴里喷涌而出 随即白发男子就领了便当 卷发黑妹看不得这血腥恶心的一幕 便跑回自己的卧房想静静 此时镜头移动到了旁边的船员合照上 那你 原先的国际张娘娘 现在变成了那个刚才被大家从墙里抠出来的女人了 然而此时从墙里抠出来的女人也苏醒了过来 他说他认识这里的所有人 因为他们在这宇宙飞船上已经一起工作两年多了 唯独不认识国际张娘娘 镜头来到飞船上的维修工师傅这边 她在修理飞船之时 胳膊镜莫名其妙的陷进墙壁内死活拔不出来 舰长和卷发黑妹连忙跑过来帮忙 一使劲就把维修工师傅给拽了出来 但是维修工师傅则失去了他的麒麟臂 不过他既不疼也不痒 更没大出血 就好像这胳膊从来都不存在一样 然后帅气的德国小伙发现了维修工师傅的断臂 对 你没有看错 这条麒麟臂正自己用手扒着地慢慢爬的 大家用一个玻璃罩把麒麟臂关了起来 而麒麟臂仿佛是想写什么字给大家看 赶紧递上一支笔 麒麟臂告诉大家把白发男子也就是刚才喷虫而死的家伙切开来看看 于是这群懵逼的人只好听从一条胳膊的吩咐解剖了白发男子 没想到在他体内竟然找到了之前莫名其妙消失掉的陀螺仪 然后大家利用陀螺仪重新定位终于找到了地球 正当大家开心之际 卷发黑妹又一次发来喝点 同志们 宇宙空间站已经损毁并坠落在地球的海洋上了 What 这宇宙肥川不是还好好的给歪太孔章鼓堆住了吗 在地球上又冒出来一个肥川来 此时帅气的德国小伙给这一切的谜团做了个解释 之前由于粒子对撞机用力过猛 把两个平行世界给弄得相交了 这样也就能解释魏毛那个女人会嵌在墙里 魏毛有些东西会移位 魏毛修理工师傅的麒麟臂会陷入墙内 因为原先这里发生了一场时空错乱 只不过那个白发男子也太点倍了吧 不仅驮了一瞬移到了他体内 还有那么多虫子也跑到他体内了 这招谁惹谁了 怎么躺着也中枪呢 这帮人现在看到的地球并不是原先他们自己的地球 而是另外一个平行宇宙的地球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那个从墙里抠出来的女人的世界 然而她所在的宇宙飞船已经坠毁了 这里好事还要额外插几句 简单来把克洛福系列电影的前两部给讲一下 第一部名叫克洛福档案 它是用DV机的拍摄形式向观众展示了 这个世界突然冒出来了很多怪兽 大家拼命的逃跑以求生存 但是第一部电影只挖了坑 却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怪物究竟是怎么突然出现的 第二部名叫克洛福到10号 电影的格局骤然变小 一个女生出了车祸 然后有个中年肥大叔把他救回了家 女生醒来后中年肥大叔就死活不让他走了 但是女生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老娘就是要走 而中年肥大叔则说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现在已是怪兽横行 空气变成了毒气 你不能走 哎哥你你信吗 你这个中年肥大叔不就是看人家这个妹子的颜值高吗 然后第二部电影就变成了女主角的密室逃脱戏 他想尽一切办法最终甩掉了这个中年肥大叔逃到了外面的世界 不过发现外面的世界真的是很无奈啊 中年肥大叔果然没有骗他 最后女主角还干掉了一个外星生物 电影就结束了 来到这第三部 开头算是个前传吧 因为粒子对撞机用力过猛 不小心打开了异次元的大门 这也算是给大家解释了 为什么地球突然变成了第一部影片中的那个熊样 OK言归正传 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传源不科学的花样死亡时间 先是国际张娘娘所在的操作间不知道为毛发了大水 发大水也就发大水呗 门还打不开了 门打不开就打不开呗 外舱门还他们要破掉了 那太空中零下200多度的温度 瞬间把国际张娘娘动成了一坨标本 然后是维修工师傅所在的操作间 不知道为毛产生了巨大的磁场 有磁场就有磁场呗 关键是金属胶也被这强烈的磁场吸动了 金属胶动了也就动了呗 可是这个金属胶就像有了生命一样 竟然缠住了维修工师傅 这啥原理啊也太说不过去了吧 然后操作间有一个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东西的瓶子 发生了爆炸 宇宙空间站严重受损 如果这个坏掉的部分不赶紧脱离空间站主体的话 那整个空间站将会被撕碎 于是舰长和卷发黑妹以及巴西光头佬 一起去手动脱离坏掉的船体 仨人来到宇宙飞船的外面 可是这仨人竟然不是失重状态 我上学多你骗不了我 飞船虽然是可以利用船体旋转产生的离心力来模拟重力 但是那也仅限于人在飞船里啊 这仨人都跑外面去了 请问是谁给了你们重力啊 来到船体破损的部分 舰长突然关上门把其他俩人关在外面 然后自己留下 手动脱离了坏掉的船体 舰长也随之领了便当 不过这里我实在不明白 既然一个人就可以干的活 为毛你们要来杀人啊 接下来也许是编剧 实在想不到该怎么继续杀人了 于是乎又来了一个叛变的桥段 那个从墙里抠出来的女人 拿到之前打印出来的手枪 先是打了巴西光头佬一枪 然后又打了帅气的德国小伙数枪 最后被卷发黑妹反杀 卷发黑妹给帅气的德国小伙做了取弹手术 然后就去重新启动粒子对撞机了 等等 那那个巴西光头佬呢 他没管 你妹的这到底是在骑士巴西人 还是在骑士光头啊 人家只是步步中了一枪 好像还是有点抢救的价值的吧 总之卷发黑妹没有管他 就去启动粒子对撞机了 他先是让粒子对撞机过载启动 再次打开异次元大门 好让他们回到原先自己的世界 然后再次正常启动粒子对撞机 给地球源源不断的供上能源 只不过此时的地球 大家自己看啊 好吧 以上就是科洛福悖论的全部剧情了 但是好事还有一个草点没土 就是这个粒子对撞机超负荷运转 可以开启异次元大门 使平行宇宙相交 这个我可以理解 但是魏毛再次打开这个异次元的大门 就一定是会回到自己原先的世界呢 这就像是一个男人去做了变性手术变成了女人 那难道再做一次变性手术就能变回男人了吗 你以为这是灯的开关啊 按一下就开按一下就关的 好吧 我只能说这部电影的编剧 就是一个三好学生少先对元的水平 好事之前的公众号不用了 怎么关注好事新的微信公众号呢 首先点击微信上面的搜索框 然后点击公众号 在搜索框中输入好事解说的拼音 最后点击关注就好了 你are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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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